今天要來跟你說的是 怎麼樣有效去清理你的筆刷 然後怎麼樣晾乾你的筆刷 我跟你說我非常常需要清潔 基本上是每天 所以呢 我不會用那種太有清潔力的清潔液 或是太有清潔力的那種 你知道沐浴什麼的 我會用洗髮乳 而且是比較潤髮的那種 然後我會放在一個水盆裡 水盆就是一個臉盆裡 然後擠一些你知道洗髮乳拆 然後攪一攪變成洗髮乳水之後 我會拿這個 然後去沾洗髮乳水之後 然後在上面這樣抹一抹 然後讓它快速的清潔 然後它可以你知道 把裡面的髒都快速的蓋出來 那清理完之後呢 就是要讓你的筆刷晾乾了 首先呢 這是一個濕的筆刷 我們要把它擦乾 千萬不要這樣子抖抖抖抖 這樣子會讓你的刷具很快就壞掉了 所以呢 我們就先這樣子用按壓的方式 紙張呢 必須是要用不會起屑的 譬如說餐巾紙啊 或者是說像這種擦手指 然後我們把它擦乾 擦乾之後注射晾乾的部分了 我們要先順 底霜的毛 再來呢 很多人都是用橫躺的 把它躺在後面這樣墊子 然後讓它晾乾 這樣子是不對的 這樣很容易讓你的底霜呢 沒有辦法在裡面 它裡面沒辦法全乾 而且很有可能它就會這樣 哦 掉下來 它就會 它就會整個變形變成是斜的 有的時候很難救回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們就用 衣架 我用衣架亮 怎麼亮呢 你要先準備一個 橡皮筋 首先呢 你要先穿過去 然後 繞一個彎 抓住筆刷之後 把它扣住 像這樣 用曬衣服的方式把它晾乾 把它放在外面 像夏天這麼熱的話 大概一個晚上 它就會乾了 而且它會因為你這樣子 垂下地心引力的關係呢 它的毛流呢 全部都是往下的 它乾的時候 它才不會炸爆 你買了很貴的筆刷 如果你是用錯誤的方式去清理的話 很快就會壞掉了 通常我清潔筆刷非常的簡單 我會習慣用的是肥皂 這種肥皂我都會選擇比較天然溫和一點點的 就不含酒精 或是其他化學成分 它裡面應該就只有植物油 或是感染油等等 然後另外一款肥皂的話 我會用在動物毛 因為動物毛其實它不太能天天清潔 就是看你的使用的次數跟多寡 但是最好是三個月到半年再清洗一次 這種動物毛會比較好 然後其他時間的話呢 你用完了 比如說你粉用完之後 你就在它專門的這種毛巾上面 來回的擦拭 很輕輕的把那些粉啊 把它刷在這種毛巾上面 像乾刷的話 我也蠻推薦這個海綿的 就是比如說你現在要換眼影的顏色 你可以直接在這個海綿上來回的擦拭之後 也是一樣的道理就是它把上面的顏色的粉層彈掉嘛 然後你再去沾取其他的顏色 很快的就不會有什麼很髒的感覺 這也是蠻快速的 像快速的話也可以選擇這種 天天可以使用的這種噴霧清潔液 它的用法就是噴在紙巾上面 然後也是來回的用筆刷在上面來回的擦拭之後 大概浸放大概一到三分鐘吧 很快的它就可以馬上使用了 通常呢我們採用師呢 通常在外游工作的時候 我們會像是用噴霧的方式 當然噴霧清潔刷具呢 它是一個快速的方式 但是它比較無法做到整個完整的大清潔 所以呢我們在家呢 就會做一個完整的大清潔 那大清潔的方式呢 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首先呢 你可以準備像我們手上拿這個 那這個的話是洗刷罩 那這洗刷罩它包含了像是刷子 包含了像是我們可能常用的粉撲 包含了像是我們會用到的海綿蛋 一樣都可以用它來做清潔 那這個的話它比較特殊 它是一個煮碳成分 所以煮碳成分的清潔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再來同時呢 它裡面還附上了一個洗刷板 那這洗刷板等一下也會教各位該如何用 那首先呢 很簡單 你只要選擇像是我們這種動物材質的刷毛 那打濕之後呢 在熊龍說打濕之後 直接在這個罩上面做 打圈的動作 打圈 先把它的泡泡帶出來 帶出來之後呢 一般人可能就是在手上直接戳 或者像直接戴對不對 但是呢 你可以利用這個洗刷板 直接在上面戴 那戴的同時呢 它上面有顆粒 它可以把上面的像是一些彩妝 或是粉底 或是蜜粉 把它溶解出來 溶解完 戳完之後呢 戴完之後呢 你就直接呢 在水龍頭下直接沖 那很多人可能想說 那我是不是這樣直接沖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這麼做 因為呢 這樣沖的方式它會讓 這一段裡面積的大量的水 甚至有一些罩啦 或者是一些粉底啊 可能都會跑進來 但是呢 教各位就是這樣子的方式 洗完 洗的同時 利用水這樣子的方式 沖 沖的同時直接 再用手指頭 稍微把它撥一撥 這樣的話 就可以把裡面的 像是一些彩妝啊 或是粉底蜜粉 它把它溶出來 那這樣會變得非常乾淨 好 還有呢 除了這個之外呢 如果我們遇到了 像是不同材質 像這種材質是屬於 人造纖維材質 那這種材質它比較特別是 它其實可以用罩來洗 但是呢 你也可以選擇像是 液狀 液狀的 液狀的罩來洗 一樣都可以把它洗得非常乾淨 唯獨呢 有一個比較特別是 唇刷 那通常唇刷呢 我清潔的方式 就比較不會用罩 好 那唇刷方式呢 因為它是比較偏油脂類的商品 直接在上面使用 比如說口紅 或者是唇蜜 所以呢像是這種唇刷的部分 我就會使用洗碗筋 少量的洗碗筋在上面 一樣搓揉 搓揉 或者說在這個洗刷板上面 直接來回的帶動 來回的帶動 帶完之後呢 一樣用清水沖掉 那記得 沖的方式是 由上往下 刷具是放下的 這樣的方式沖 然後再用手指頭稍微 帶帶帶帶帶帶 帶完之後 這樣就可以了 清潔完之後呢 我們除了刷具的清潔之後 我們還有什麼要做清潔 就是像是睫毛夾 那睫毛夾的部分呢 清潔方式非常非常簡單 你就呢 直接拿 像是酒精的部分 直接對這個部分 直接噴 噴完之後拿衛生紙 直接擦拭掉就可以了 好 再來一個呢 建議各位 一段時間之後 一般我們在買 新的睫毛夾的時候 都會附上這樣的膠 這個要做替換 這個的話 它其實裡面也會藏著一些細菌 或者像是一些睫毛都藏在裡面 那久而久之裡面可能會容易壞掉 所以這個記得要做更換的部分 好 那我們再回頭講到刷具 刷具清潔完之後呢 該如何把它晾乾 這個非常重要 很多人洗完刷具的方式 它就是平放 那平放的同時 它其實也會乾 它會乾的比較慢 那我會建議可以準備 像是這樣的 亮刷架 好 那這個亮刷架它比較特別是 它呢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你洗完 洗了刷具之後呢 你就把它逗上去就可以 這樣子 那水分的話它多往下滴 它都是完全的往下滴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方便的 好 所以你洗完刷具之後 直接亮在上面的時候 你可以拿到陽台 或者是窗口的通風處 那記得不要直接照射太陽 因為直接照射太陽 其實這個刷毛也是容易壞掉的 那這幾個部分其實是分享給大家 就是清潔刷具的一個方式 現在在防疫的期間呢 應該大家有比較多的時間去處理 平常沒有辦法去整理的東西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自己平常沒有用的刷具 或者是沒有清洗的刷具拿來做清洗 我非常呢會推薦的是這個大創 他們在賣的CP是非常高的 它專門是拿來用來洗刷具的一個清潔品 然後相對的 因為它是縫刷具的嘛 所以它的成分也會比較溫和一點點 在洗的過程當中呢 我會希望是用一點點溫水做清潔 這樣油份會比較容易去卸除 那你在清洗完之後呢 會建議大家可以泡一點點溫水 溫水裡面呢 可以加一些洗泡法的溫四季 大概是珍珠的大小就好 小小的就可以了 為什麼會這樣去使用呢 因為我們刷具一直去反復的洗它 我們的刷毛一定會變得非常的乾 我們可以透過潤絲來增加 我們的刷毛的部分讓它更有光澤 刷起來呢也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以上是我今天分享的影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 喜歡這次的影片嗎 如果喜歡的話幫我們在下面留個言 那甚至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 最後呢要訂閱MOGEN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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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